一刀旁 树 要用垂漏树 搜笔的时候不要太重 轻一点 树钩要写到垂直 尽情有力 钩内缘外方 树跟树钩它最大长短的位置 要有错位 不要写的一样 树不要写的太长 也要用垂漏树 不可以用悬针树 理由先写上面的右点 右点要往中间靠点 你的收中线稍微近一点 好 左低右高 向右上方写 撇 对准上面的点的下方 不可它撇得太长 反那 起笔应该靠上一点 收笔的时候 不可超过横的收笔的地方 点直在横跨中间偏右 这边短 这边要长一点 收的写的不要太粗重 收钩要高一点 长一点 要错位 这边 这边上面也是要错位 盐子旁 点横折 顿一下 向下 向左带 然后向下压 提 要稍微快点 粗点 至于这个点 它应该是在转折处的 稍微偏右一点 不要写在正上方 横 应该是左低 右高 竖 应该是稍微向左下方写点 有粗 倒细 这个要粗 转折处要粗 提 要稍微长 十字 十 提 上面这个横 应该是 短横 所以起比稍微轻点 竖在横 中间上面要粗 要粗 这个横长 对这个两个横的起比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稍微尖 一个稍微翻 下面这个横 短横 收钩在横画中间偏右 这两个底部要错位 上面也要错位 最后写着点 点圆子上 更超过这条斜线 在斜线里面靠上 尖矩 要空一点 要上紧下送这个点 整体来看一下 三个横的间距是基本相等的 这个竖在横画中间 长横 下面稍微有点糊 收心旁 先写两点再写中间收 收 一定要用全粒露术 不可以用全粒术 那我们要换一下这个收心旁 首先这个点 它是微微向左下方斜 这个点 相对来说是比较平一点 这个竖应该是写的垂直 三个笔画有三个方向的变化 所以这个点跟它这个点 应该是 关系是相互的 不能这个点写这个点的中间 或者下方应该靠上一点 总体来说上面要短一点 下面要长 帕子 树要用垂直树 不可以写得太粗 撇有重到轻 撇的收笔的地方要 被树挡住 这个树要细而短 右边的收笔要粗要长 收笔轻轻的回方收笔 所以里面这个短横要轻轻的 下笔不要太重 连左不连右 最后一个横要实的 切过来 横里横的间距要基本相当 三个树的长短 是不一样的 外形是方形 蒋子旁 先写 树画 树一定要用垂直树 不可以用旋律树 树两头粗中间系垂直 这些点应该靠上一点 对这个位置是 这样子就知道了 应该是靠上 中间小 外面 撞 撞 先上去 好 应该是左底右高 向右上方写要短 多写一点 写的角度一定要非常大 不要写得太平 撇 用树撇 高级笔 由粗 倒戏 垂直向下 刀毛带入 撇出去 那笔 应该是向上 扭 细到粗 断笔 最后写了点 点在 横一撇 交叉点 那个中间 不可写得太宽 太远 下面要有错 上面 在横一撇 在横一撇 中间 中间